第一年的戲碼是搶口罩 去年是搶疫苗 那今天開始搶快篩 嘿 這世界怎麼趕得上台灣 你看陳時中那個表情 多麼的冷血啊 如果是周遇寇發燒確診 他要住院 誰敢不收 可是今天一個你路人甲 你死老百姓 陳時中就這樣子 我們要請教一下輝文哥 這個陳女的女兒說 她媽媽確診之後很想入院治療 而且她送到醫院去 確診是已經確定的 發燒是確定的 然後還血氧低下都測出來了 結果醫院不收就是不收 說滿床 好啦 所以說回家休養之後 她就不幸往生了 所以基隆的醫療量 現在是已經完全飽和了嗎 連這樣的病人都不能收了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轉送到新北市 或是台北市呢 這個實在是非常令人遺憾 那當然也跟這個執政黨 跟在島的個性是有關的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 面臨的是快篩之亂 這已經演三年了 第一年的戲碼是搶口罩 去年是搶疫苗 那今天開始搶快篩 所以人家 難怪人家會做梗圖 就是蔡總統 因為我們政府很會做事 搶口罩 搶疫苗 搶快篩 這我們防疫了三年 民進黨就是這樣子 這是今天早上在各地 連警察都出動了 大家排隊一直等 這不就是前年搶口罩 去年排疫苗 也是這樣等 很像我們大家等 等到關西關西了 這世界怎麼趕得上臺灣 防疫模範生 大家排到這樣 排到沒問題 昨天晚上就去排隊了 為什麼 你不是告訴我你超前部署 這很多圖 蔡總統一直覺得說會做事 蘇貞濤說我們會做事 你會做事我們為什麼要搶快篩 就是沒快篩 為什麼 說昨天在台北市中校醫院 有人等PCR等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麻將都打好幾將 他等了六個小時 柯文哲不是滿口跑火車嗎 中央台北市聯合醫院中校醫院 就等六個小時PCR 你中央沒快篩就是沒快篩 就是沒有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大膽的預測 我也不曉得我自己 能不能撐過這一波 他已經先把數字畫好了 陳部長已經說溜嘴 他就是要紐西蘭那個模式 所以最後的結果 就是紐西蘭那個模式 他圖都畫好了 你看陳時中那個表情 多麼的人血 數字以指揮中心公佈的為主 他4月24號 人已經往生了 今天28號的還沒列案號 這是什麼 就是校正回歸 所以以後誰再跟我講 唐鳳是什麼天才IT大神 我就罵誰 我們到現在有殘疾地圖嗎 那疫苗都打完了 殘疾地圖還是沒出來 人家國外有那種陽性率的APP 他可以測出這個社區 這個block 哪邊的陽性率比較高 你自己可以去GP 我們這沒有 我們做不出來 然後連一個這個買個快篩也要弄 所以不知道沒有 大家要對這個蔡政府要講話 如果是周遇寇發燒確診他要住院 誰敢不收 可是今天一個你路人甲 你老百姓陳時中就這樣子 我特別跟大家講 2013年 你看看人家顧力雄 顧力雄是現在國安會的秘書長 但是在我心裡他就是個律師而已 他當年是怎麼操作洪仲修事件 他是洪池庸的律師 民進黨是怎麼玩 那些公民1985行動聯盟 萬人送中秋 那都是民進黨的那些好東西 你一查結果那些所謂的 什麼公民團體學生 很多都是民進黨的助理 外圍組織覆水組織 萬人送中秋 八月雪 八月會下雪 吵老半天 觀眾朋友們你看 今天基隆這個事情很離譜 我請問基隆誰執政 林佑昌是哪一黨的 國民黨基隆都沒有人嗎 國民黨沒有顧力雄嗎 國民黨不會操作洪仲修事件嗎 那事件是做出來的 洪仲修不應該死 他即便有違紀違規 他也不應該死 可是這個事情民進黨怎麼玩 是民進黨在消費洪仲修 馬英九當總統 國民黨在執政 小戲 是誰在消費洪仲修 民進黨 那你今天基隆這個事情 國民黨有人會處理 國民黨不會處理 國民黨要點點 這個人往生 國民黨當沒 民進黨是不會執政 很多的這個套路都曝光 他就是不行 可是國民黨不會操作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 其實都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 但是他就不會做 所以真的是沒辦法 我最後一句 我希望這個 誠信女子的這個家人 把相關資料收集好 直接就去申請國賠 是國家對不起你 看看周遇寇 想想這個實在差太多了 如果你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就可以 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您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 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